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非常开心呢,能有机会跟大家进行一些课程的分享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的内容是怎么样利用PowerPoint去设计一个行程规划的简报呢 在进入正式的简报课程之前呢 我们要先来看看您适合在旅游产业工作吗 其实想要当一位称职的旅游产业的员工是必须要具备某些特质的 首先呢,您对这一份工作一定要有足够的热忱 一位冷漠的旅游从业人员是激不起客户他的共鸣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带着百分之百的热情为客户的行程做最好的安排 其次,面对这些男女老少各种类型的客户 我们一定要用亲切来化解人跟人之间的繁离 才能够让客户他有一趟开心而又舒适的旅程哦 而除了为客户规划各种的行程之外啊 其实在更多的时间呢 我们必须跟客户去相处很多天的旅程 在旅游的途中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 所以一位很好的旅游从业人员 他必须要有一个足够的胆量 去让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 而在胆大之外呢,我们还要心系 一位专业的旅游从业人员 他会让一整趟的行程都是流畅无误的 所以所有的大小环节都是不可以忽略的哦 最后,面对形形色色以及大大小小的问题啊 您一定要用耐心去排解这个所有的情况 而以上就是要成为旅游员工一个最基本的功夫 您具备了吗? 那如果啊,您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已经具备了上述的特质 您可以试试看下一页的小测验哦 好,以下几个小问题 您可以在心里面告诉自己答案 试试看自己适不适合这个旅游产业呢 假如走在路上,前面的人他的东西掉了 您会喊他或是帮他捡起来吗? 在电梯里面,您会帮别人去按那个电梯的楼层吗? 还有就是跟长辈出门的时候 您会扶着他一起慢慢走吗? 面对历史、文物跟古迹有兴趣吗? 您喜欢面对挑战吗? 越紧急的时候越镇定吗? 您喜欢微笑吗? 好,如果上述的答案全部都是肯定的 那恭喜您哦 您还蛮适合在旅游产业工作的 好,在了解了自己的私信之后呢 就是开始要做一个成功的简报 当作自己来进入这个旅游产业的一个敲门砖 可是,什么叫做一个成功的简报呢? 其实简单来说啊 让听众他可以进入你的简报的情境 并且可以吸收你想要传达的想法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简报了 而在另一方面啊 如果听众他在简报的一整个过程中 他觉得,哎,索然无味 他一直想要结束这一场简报 并且没有办法吸收跟连贯 你想要传达的一个意念的话 他就算是一个失败的简报了 好,就简报的制作来讲啊 如果想要避免失败 影响成功呢 我们在下面还有几个重点想要提醒您 好,就简报制作来讲 假如想要避免失败 影响成功的第一个要件是 绝对不要使用太多的自信 我讲再多啊 其实不如来一张范例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的页面看起来真的是很乱吧 好,因为什么?自信太多 好,我要讲的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要影响成功 避免失败的关键是 您的叙述必须是要简明二要的 字体绝对不要太小 好,我们下面还是一样 再拿一个范例给大家看哦 这一个页面大家看起来觉得怎样呢 字体是不是太多 好,所以呢 千万不要把要讲的每一句话 全部都打在你的简报当中 这个动作它是真的没有意义的 您可以试着把你的椅子往后推看看 好,用比较遥远的距离来看这个画面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 就像坐在台下的人来看你的简报一样 好,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痛苦呢 字体太多 这样子的错误啊 其实它是排名第一的 好,再来呢 我们还是一样要再提醒大家的是 在简报当中千万不要有错别字 好,这个页面呢 应该不用我说明的吧 这样子的简报看起来一点也不专业 有看到里面的错别字了吗 其实不止一个两个哦 有三个错别字 好,大家来找茬试试看 好啦,并没有要你真的去找错别字 做一个成功的简报的话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要有重点 可是不要有很多重点 好,这个大家应该一看就懂了吧 重点太多了哦 紧接着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适当的色彩配置也是非常的重要哦 这样子的画面看起来如何呢 看起来是不是就像一场灾难一样 好,因为色彩配置有很大的问题 假如您的简报当中有一些图表跟数据的话 您一定要留意它在画面中的呈现 你千万不要想在一张图表当中去表现所有的分析 好,这是非常不治的决定 因为这样子只会让你的图表看起来非常的不清楚又混乱 最后呢,在很多简报当中 大家会很喜欢去使用一些动画 我们可以透过下面的范例再来看一下 如果只是一点点的动画 会让大家稍微注意这样子的画面 其实看起来是还OK的 可是如果我们把后面整个跑完之后 你会发现杂乱无章的动画 它会破坏你的一个简报的质感 好,继续地往下看 好,这是一个效果 好,效果太多这是不需要的 动画太多还有效果太多其实都是不需要的 好,你看一下 那么多的效果 其实看起来就已经丧失了一个一致性 最后呢,中间再来一个大大的动画 哇,根本都看不清楚了 好,最后再来一个三连转 好,看完了这样子的动画 你会觉得很想晕车的感觉 跟着它在那边晃了 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避免 这一些失败的作品 好,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 就是不要去犯同样的错误 让你的简报能够更加的成功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跟大家实作一个PowerPoint档来试试看咯 这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要制作PowerPoint档的一个步骤 首先会建议同学啊 先在母片当中 先去将您的一个布景主题先确认好 然后同时在母片当中的话呢 你也可以将您一些预设的字形啊 大小啊,颜色啊,色彩啊 都先把它确认下来 好,那紧接着呢 如果您有一份计划案 就是本身是用Word制作的话 其实你可以不用再重新利用复制贴上的方式 把它复制到您的PowerPoint档当中 你可以直接利用Word文件呢 就是直接把它新增到您的PowerPoint的页面当中 这样子的动作它会比较快速一些些 好,接下来呢 可以再做一些美化的动作咯 这样子您的简报看起来就会既丰富又美丽 好,接着呢 您可以再加入一些动画以及声音 这样子在您就是播放简报的时候呢 您可以发现你的你的整个简报过程 它会让听的人就是更有兴趣 继续的往下听 还有就是一些在放映时候 可以注意的一些设定的部分呢 也可以同时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好,最后就是有关于字形的方面 还有存档要注意的事项了 首先我们开启一份空白的简报档 那这样子的简报档看起来白白的 其实是好像不太能够激起我们继续往下编辑的一个动力 所以呢我们先从检视当中去找到投影片的母片 那我们要从母片这边呢 开始先让我们的这一份简报档先有一些色彩 好,所以点到投影片母片 在投影片母片当中呢 我们要先想好我们的标题投影片还有内容投影片 是不是两个配置要有所区隔 好,那如果需要有所区隔的话 那我现在先从标题投影片开始编辑好了 先从这边选到这一个叫做标题投影片的配置 我们就从背景样式这边去决定一个我的投影片它的一个背景 好,是在投影片母片当中的背景样式 点下来 我从这里呢 我找不到我要的 所以我从背景格式进来 好,进来之后呢 我要把我现有的一张图片给叫进来 所以要从填满这边去选到图片或者材质填满 好,点选下来之后 这里的预设叫做材质 那我要选择的叫做由此插入档案 这样子我才可以把图片档把它给叫进来 好,那我找到我的存放资料夹之后呢 就在里面我有做了两个图档 其中一个叫做标题页的图档 好,然后另外一个叫做内容页的图档 所以我从这个标题页的图档点进来 好,然后直接按插入 那插入之后的话 因为我只有标题页 我要使用这样子的背景 所以我可以直接按关闭 那这边呢 我就可以非常简单的 就把我的标题投影片把它给做出来了 那其他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借由这个上面的 好,这个呢 我是戏称它为最高指导原则 我从这边做的调整 基本上下面各种配置呢 它都会遵循 所以我先点选到最上面的这一张 那再来一次 好,再从背景样式进来 背景格式 填满当中的图片或者材质填满 好,由此插入档案 那这一次我要选择的叫做内容页图档 插入 好,那你这边可以看一下 其实它下面的各种配置呢 就已经按照我们最高指导原则 这边所选定的图片进来了 好,那接着呢 我这边可以直接按关闭 所以可以发现 我的标题投影片的长相 跟其他内容页的长相 是已经不一样了 好,那接着我们再来调整一下 那整个母片当中一些字形 我依然是点到最高指导原则的这一张 然后我选到最上面的标题 我想要先把标题的字体 好,字体先做一下修改 字体我往下 我先选到标开题好了 好,选完之后呢 色彩呢我也稍稍地调整一下 所以字形色彩这边 我再把它给调整成一个纯色的色彩 好,接下来下面的 下面的文字呢 我也稍微调整一下 这边我也是让它变成是标开题 好,那色彩呢 因为是有点跟旅行有关的 所以呢我们这边稍微把它调整一个 比较轻松一点的色彩 好,深红色 好,那接下来呢 我可能觉得这样子的字体大小 32级有点大 所以呢我把第一阶 好,第一阶层我先稍微改一下 把它调成 28级好了 好,第二阶我也先再调整一下 第二阶的话我这边再把它也调小一点点 我调到24级 紧接着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哦 我在最高指导原则这边已经做好了调整 所以往下 好,不管是哪一种配置 它都已经帮我做好了相同的调整 有没有注意到呢 好,这个没有 来,再往下看这一个 好,这个依然也是有 好,紧接着我再回到最高指导原则这一页 好,一样呢我们 呃,假设我不想要以后每一页当中 它的项目符号都是这个长相的话 那我也可以点选到这一个项目 然后直接从常用当中段落里面的项目符号 去下拉 选取我要的 可是这里假设都没有我要的话呢 好,那就从项目符号及编号点进来 好,然后我直接从图片这边去做搜寻哦 然后包含Office Online 我找一下哦 我找一个叫做新好了 我去搜寻一个关键字新 好,接着就开始搜寻 好,那它就会帮我去找 就是跟新有关的图片 它找到之后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好,我往下去寻找一个 图腾看起来比较 比较单纯的哦 因为要当作项目符号的图片 最好不要太复杂 好,这个新看起来还蛮可爱的 好,点一下之后按确定 好,它的形状就会出来 然后变成我的项目符号 那第二层呢 第二层我用它的预设里面再去找好了 这里一样好,项目符号及编号 图片当中直接找 图片里面我也是去找一组 另外一组好了 好,这一个好了 好,点开来按确定 来,第二层它也有改变了 所以我这边呢 就已经做出来 就是不一样的项目符号 那紧接着还是想 我们再往下去再看一下 所以各种配置 它都有帮我改过来咯 在标题页这边呢 我们发现 它的副标题的文字 还是一样是灰色 那如果你想要稍微修改一下的话 一样也是可以把这一串 好,就是选好文字方块 然后把它调成 我们刚才的这个暗红色 那上面这边呢 因为我的标题页上面用了两颗大型 所以呢,我这一个主标题 好像有点被它压住的感觉 所以可以再把这里的标题页 把它往下做个调整 好,这样子待会在打字的时候呢 它就比较不容易被压住了 那距离呢 也可以稍微开一些些 好,再来我们就从检视当中 回到标准模式 现在各位所看到的这个标题头影片呢 其实就改过来了 那我就从里面开始把标题的文案给打进去